没热心瓜 柯糖 柯布婷 哈喽大家好 爱你们的小二又来啦 谭苏云和汪凯合作的相夫二姓 如今已经大结局 谭苏云的下一部新剧 也马上要和大家见面了 电视剧《龟路》 根据莫宝费宝畅销小说改编 此前她的另一部影视画作品 《亲爱的Ride》 由李仙和杨子主演 播出后俨然成了严情剧爆款 据悉 这次的《龟路》 由莫宝费宝亲自担任编剧 剧中 景布然和谭苏云开启 长达十多年之久的爱情长跑 曾经走散 最终再度重逢 破镜重演 主人公是陆岩成和龟小 两人是彼此的初恋 随着陆岩成远赴他乡进入警校 龟小家庭变故 两人学生时代的感情无疾而终 多年后再度重逢 一句话成灰我都认得你 让两人明白 依旧对彼此念念不忘 据介绍 相比于时下严情剧 各种你弄我弄的甜言蜜语 龟鹿的感情是细水长流 日常温暖的剧情有甜有虐 同时有生活气 烟火气 该剧由景布然和谭苏云单纲主演 此前景布然也演过警察角色 在楼叶导演的电影 风中游躲雨作的云中 景布然饰演与世界格格不入 不停较劲的年轻行警杨家栋 影片中景布然满面胡插 脾气失足的警察形象 深入人心 这次龟鹿中的陆岩成 是一位排豹特警 每每出任务的时候 都沉着冷静 理性果断 对朋友十分重情重义 外冷内热又专一 该剧是一段 非常传奇协力志的故事 诉说的是一段 此生许国义许清的英雄赞歌 不但有内蒙草原边境的风 还有北京故里的陈 最新吻信预告示出 他对他磨鼻狂青 随鼻感爆棚 露透图中也曝光 两人玩手散步上演外头杀 首次合作默契感十足 不管是雪地中 还是帐篷里的吻习互动 都充满着暧昧与甜蜜 其中一幕 警博然在小小的帐篷床垫上 先是侧身 与谭孙玉摸笔填吻 随即在导演 于翠华之道下 直接翻身压上女方 激情程度立刻狂飙 让不少网友直呼 看不够 想要赶紧看到正片播出 该剧最早释出的预告 至今已经累计 536万观看人次 谭孙玉景博然 虽是第一次合作 但CP感十足 在首部预告片中 32岁谭孙玉 发挥娃娃脸优势 穿着中学生运动服 饰演女主角 龟小完全无为何 他甜蜜的对同校学生 陆彦晨说 你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 陈 我是小 陈晓早晨的日光 很配吧 画面随即 跳到两人终于交往 他对他甜蜜约定 我们先说好一件事 在一起了就不许分手 这段预告 吐向了两人在相逢 却物是人非的惆怅感 也让原著树民 大赞 颇有数中精髓 谭宋云 景柏然在龟路 有不少感情对手戏 及亲密戏 谭宋云 景柏然在龟路 最新吻戏预告 魔鼻狂亲 龟路导演于翠华 知道景柏然 立刻翻身压上谭宋云 龟路主要在讲述 一对再选恋人 因家庭变故被迫分开 多年后再相逢 心境与眼界 虽已与当年年少时不同 但彼此都是 对方是最特别的人 因此热恋火化 快速点燃 两人也终于了解 当年被迫分开的真相 相较一般校园青春 甜恋剧的单调热恋设定 陶瓷家女主角龟小 与刑警男主角陆延成 多年后重逢的剧情安排 不仅多了几分 角色各自历练后的生命厚度 也多了命定浪漫感 因此被不少网友 视为是今年必看星座之一 谭宋云 景伯然 在龟路的爱情故事 从中学开始发展 取自龟路的微博 网友对于谭宋云 景伯然 龟路的吻习预告 讨论是相当的热烈 完全欢迎小说 太期待了 就知道谭宋云 不会让人失望 眼中学生看起来 少女感十足 没想到谭宋云 跟景伯然 那么有CP感呀 今年最期待的 就是这一部了 好想看谭宋云 跟景伯然的 完整温戏 连花絮都这么好看 太想看正片了 谭宋云跟景伯然 完全符合我当初 对小说的想象 这两年 谭宋云接连 出了好几部人气剧 比如她今年的 《以家人之名》 这个故事 共情力超强 她在剧中 将天真烂漫 性格跳脱的 小霞女士的李尖尖 性格拿捏到位 而且偶尔的 小迷糊非常可爱 将人物塑造得很立体 在《景星思域》里 谭宋云也是智商在线 将女主的 清新脱俗和不去不囊的 精神完美演绎 在这两年的 这几部剧之后 谭宋云赢得了 更多观众的喜爱 无论是都市剧 还是古装剧 都能轻松驾驭 而且也搭当了 不少圈内的男神 比如任嘉伦 钟汉良等 娃娃脸的她 可以说是百搭 加上精湛的演技 与很多男神合作 都是默契十足 颇具看点 此次的男一号 则是景伯然 从履历来看 她也是实力男神的代表 拿过不少大奖 演员颇高 话说早些年 景伯然也是 红头半边天的演员 可以说影视双丰收 比如早些年在影后 后来的我们 以及威威小横清城里 景伯然温温而亚的形象 以及帅气俊朗的外表 还是大受欢迎的 一度成为票房男神 不过从2019年开始 景伯然就很少 再出演影视剧 比较专注歌唱事业 如今她能够回归迎评 这对喜欢她的观众来说 也是好事一件 值得关注的是 她主演的女性临时 也是备受期待 据说该剧也快上映了 看来景伯然再度翻红 也很有希望呀 在此之前 谭孙颖和王凯 在向反而行众的表现 可以说是十分的亮眼 两人擦出的爱情火花 也是把观众 嗑得最深梦死 粉丝还把他俩取名叫 难得消停 当时两人在拼唱的时候 就各种亲密举动不断 别说观众了 就连一旁的导演 都做和他俩在一起 见面会上 更是眼上拉丝 深情对视 不得不说 这个冬天 因为难得消停 所以变得不再寒冷 如今 谭孙颖的新剧 即将上映 粉丝表示不舍 所以将CP名 改成难忘经销 说起谭孙颖 早年 她凭借甄嬛转重的 纯贵人一角 谭孙颖在娱乐圈 展露头角 凭着甜美的长相 谭孙颖 接下了不少作品 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 谭孙颖也传出了 多段绯闻 外界对于她的感情发展 还是很好奇的 传出了那么多的绯闻 值得一提的是 与谭孙颖传出绯闻的男星 大多数年龄都比他小 搭档刘浩然出演 《最好的我们》时 两个人传出了许多绯闻 剧中 谭孙颖是演耿耿 而刘浩然是演于怀 两个人是同桌 但一个是学渣 一个是学霸 在成长的过程中 两个人也面临着分离 不过分离也意味着重逢 耿耿与于怀的感情 打动许多观众 此次合作后 两个人就传出了许多绯闻 两个人私下也有着不少互动 外界都猜 两个人在一起了 或许是太多的绯闻 已经想到他们的发展 所以后来两个人就不再合作 绯闻也逐渐消散 打当人家伦 传简易之下时 两个人也传出了绯闻 因为人家伦早已结婚生子 所以绯闻的热度并不高 而且从两个人的合作 就能够看出 他们私下互动一直保持距离 打当素威龙 张星成出演以家人之名时 他也与张星成传出绯闻 谭素威的男朋友到底是谁 是张星成吗 并不是 两个人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 而且随着作品结束 两个人之间就没有任何互动了 从谭素威资料中了解到 如今的谭素威仍然是单身 随着向方而行的播出 网卡和谭素威频频登上热搜 加上他们现场的种种行为 更让粉丝直呼 他俩不会偷偷在一起了吧 现如今谭素威新剧也将在不久 与大家见面了 不知道到时候谭素威在剧中 会与景博然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大家期待谭素威和景博然的新剧 归路吗 欢迎留言评论哦